大家好我是紅茶 那今天呢來介紹一下週末好用的陣容 那這一個呢 保利達也是這一期 武道大會的天下第一週末 他的有用玲瓏跟佛光普照 但玲瓏 佛光普照 佛光普照 一個而已 那玲瓏的話就是 就是 基本上神靈意義沒有很大喔 主要他還是靠著 張寮在輸出吧 那還有再搭配上是司馬懿 華陀 然後索爾的話是暈眩喔 他只要持續暈眩的話 張寮就可以一直有攻擊這樣 華陀的話就是一個輔助加進化的功能 我看這樣可以持續打 我看這樣可以持續打 然後他後排還有一隻貂蟬喔 哇這個真的是 蠻豪華的週末組合 他全部裡面都加5 只有司馬懿加3而已 那如果等到司馬懿這一期 傳奇結束的時候應該也加4了嗎 算是一個很聰明的玩法 就不用花到非常非常多錢 但是也可以持續的 讓自己的降臨有跟上 光這一陣算很猛阿 那你看這一陣配起來的話 有運用到了1 2 3 4 還有剛剛一隻吧 5隻傳奇將 那另外一陣可能就是關羽陣 然後再來一陣是那個諸葛陣 這樣子配起來 傳奇的話還蠻完美的 三陣都有不錯的實力 好 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喔 欸 再來看一陣好了 那這一陣的話是 達蘇他後來變成是守備的 他一樣是可以擋得下關羽陣的 所以等於這樣子的話 會有三陣到四陣喔 你的週末陣的話 這一陣可以配一陣 另外一陣是大喬 諸葛陣 第二陣 第三陣的話是關羽的天人陣 第三陣 第四陣的話是 剩下那隻孫策 孫策的話可以再搭配 像天之士林阿 或者是士聖阿 的那個 搭配杜玉 然後董拜 孫策 這一陣喔 打起來也不錯 搭配XP魯術 的這一陣這樣加起來 你四陣在週末裡面應該 我覺得是可以 橫著走了齁 嗯 那可能會有說 欸 你的司馬懿啊 才開始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而已 司馬懿沒有辦法到加三 你司馬懿也可以不要用 你可以用 其他吧 我覺得 滑陀或者是 XP不練師都可以 這一陣其實是 司馬懿換XP不練師 效果也不錯 因為主要就是 可以暈嘛 然後可以 進化幾身 然後讓 那個 章療 繼續輸出 你就算不要不練師 你也可以換 群玉 來補 就是補 不足 免得就是你章療被秒殺的話 就會有一種 比較尷尬的情況齁 畢竟這一陣 阻力就是張療而已 好 那今天的影片呢 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